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都发现说之前透过人工智慧去做好比像说人脸辨识 那其中最大的争议之一就是性别 那但是性别一直是一个很大的争议的主要原因是因为 它好像是无形中框定 就是你打扮成什么样子 机器就把你辨认成了一个性别嘛 好像中间没有任何流动的可能性 那所以几个大的公司他们就联合起来 去把我们在就是线上面会贴的那个emoji 它把预设的部分 因为以前预设都是男性的 你要特别加一个女性修饰服 它会变女性 那现在如果你有用最近比较新的版本的Android或iOS的话 那你预设的那一个其实是看不出性别 它是性别流动 你要特别加一个男性修饰服或女性修饰服 它才会展现出性别气质来 那所以呢他们也去修改了他们的 好比像说这些AI的套件 那预设它根本就已经没有性别的这一个分类区块 性别是你要特别外加在自己身上 而且是有点像今天要穿什么服装一样 就是你想要展现出什么气质 那你再展现出来 但是每一个人的预设 其实是就是那个人自己 而不是特定的性别的这个类别 这样子 是这样子 对 我有个好朋友 他其实有出一本书 两本 专门讨论这件事情嘛 他就是把性别拆成性别生别 因为性这个字就是性跟生的部分 那生的部分 好比像说我也很常分享说 我就是在完全没有用任何药物的情况下 我天生的搞固酮的浓度就非常的低 那所以就变成说我第一次青春期的时候 发育的程度包含脑子啦 可能没有一般的男性发育的那么多 那这就让我在第二次青春期的时候 又往就是雌性那边又去发育了一部分 那也不需要去用那么多的这个抗熊基因素 本来就很低 那在这样子的就是措辞里面 我们就可以很明确的知道 我在讲性别的那个部分嘛 那跟性别是不相干的 对 那我觉得当然中文的好处就是说 我们只要讲性别生别就分开来了 对 那我们就不需要像英文一样发明很多不同的词 那现在也有非常多的方式 透过就是社群的网路 很多人就会开始去讨论说 性别其实这件事情它可能有很多种 那好比像说唐凤的性别就是唐凤 那其实这是网友很常讲的一句话 对 那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在网路上面大家会把性别比较看作是一个填空题 而不是一个选择题 而不是一个选择题 你也没有凡 bond 这样可以说 好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